好,Part C,Mr. Lee已经做了一个e-newsletter的prototype 即是可以说是一个样板,一个初稿 准备向校长和其他老师去present一个e-newsletter的prototype 但留意,这个图片我说不是Mr. Lee自己本人去说 是他的同事,他的college去说 即是预备presentation的那个人,就不是讲那个人 不是present的人,即是两个不同人来的,他们是分开做事 Mr. Lee有两个选择,要是他做一个presentation file 举例,powerpoint,又或者他将他讲的内容 变成一个video,一个影片档案 两个档案格式,将其中一个交给他的同事去present 现在提簿要求列出每个档案格式 他自己本身两个benefit,两个优势 首先我们再提一次,我们回答这两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的用字记住要specific 不可以太空泛或者不可以太一般 要精准落地去讲中的重点 另外现在我们就要比较presentation file和video的分别 我们究竟用什么角度,用什么perspective 去比较两者呢? 其实这个想法角度,这个perspective 分分钟是比较重要的那些benefit 因为我们比较那个角度或者视角 其实是更加underlying的principle 实际说明是presentation 所以很明显的presentation的模式 presentation mode 就是我们要比较的第一个角度 这里一个就是PPT 另一个就是video 实际是PPT 你便在现场逐张slide去按 按一张slide出来 Mr.Lee的同事就会解释一张slide里面的内容 基本上他就控制了整个presentation的flow 那个流程 什么时候快点 什么时候慢点 哪张slide要skip 哪张slide要讲久一点 他都控制了 还有是现场控制 那么video又怎样呢? present的时候就是这样的play键 video就会按自己本身的play 播放内容给所有的观众去看 所以present的paste 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呢? 在现场就比较难控制 因为已经设定好在video的file里面 好,跟着另一个角度 一个PPT一个video 大家一见到这两个格式 立刻想到就是 那个efforts究竟多不多呢? 就是制造这两个档格式的时候 大家用的功夫 制造的难度 究竟有没有不同呢? 这个景色明显有分别的了 因为如果你说做PPT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功夫基本上都是少些的 不算多的 但是video又不同了 video很明显 是复杂很多 由声画区别 分钟 混合了这些 对这个角度 因为刚才说到 Mr. Lee是整个presentation的人 但是说present是他的同事 即是说是两个人来的 所以说那个人 是不是真的反映到 Mr. Lee原本制造presentation的时候 那个focus 那个重点 事实上是未必得的 因为这个presentation 不是他的college整的 所以第三个角度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Mr. Lee 对这件事 那个control有多少 如果是PPT 其实他的control 就未必那么多 但是你可以反压 他的college 照powerpoint里面的字 照读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说的时候 那个paste 速度 那个tone 大小声 都影响到presentation的效果 所以Mr. Lee在这件事上面的control 如果他用PPT 是会少些的 如果他弄完video 甚至乎加上自己的旁拍 基本上他是full control 他还可以把video 弄得很精彩 好像弄了一套器 而他的同事到时 只需要按play 然后他就有很多空 总结一下这个table 整件事的选择 就是视乎Mr. Lee 他想不想他的presentation 按足他的心意 在现场去deliver 如果他想要多些control 即按足他的心意去讲 他事时做的功夫就多些 因为他要拍片 例如录下他自己的声 做个旁白 如果他不介意少些control 他可以做一个presentation 例如powerpoint 功夫就自然就会少些 但同事在现场去deliver 那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他又会多些control 因为他可以现场即时控制 例如觉得观众可以欺瞰的时候 他可以skip几张slide 但如果是video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fixed paste content 即使观众觉得悶 有时都不好意思 skip了video不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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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